各位观众,心事台 我们坐在我旁边的父子健医生 精神科专科医生 我们一年很多集,从小朋友出生 在肚子里面讲讲讲到小学 有一个阶段不能不讲,也很重要 很多父母很头痛,也不无从入手 因为小学生都可以管他 这个阶段就是中学 或者叫暴风的少年 从初中到高中 真的可以打架、吵架 两个像敌人那样 吵架整个中学阶段 究竟有什么情况是这样 或者是什么原因 遇到小朋友在中学生阶段 情绪或精神发展是如何 这样讲,小朋友去到中学生的阶段 他们的自主性就比较强 开始觉得自己是踏在成人阶段 很多东西都会帮自己拿主意 在学校来讲也是 你看到他们多很多的户外活动 甚至乎很多小朋友去到初中的阶段 已经在学校中间午饭时间 可以自己出街吃饭 自己去买东西等等 变成了他们多了他们的权利的时候 多了时间多了自由 他们就觉得我开始成长了 很多东西开始我可以做主意 可以做决定 但是往往很多时候家长 就接受不了这种改变 还是很多的规管 很多东西要帮小朋友去准备好 很多东西去帮他们去做主意 放不到手 放不到拳给他们 适当地为自己去做一些准备 往往是小朋友觉得 你还是觉得我小朋友 但小朋友觉得我已经是一个大人 这种冲突 导致小朋友很多时候 会出现一些情绪的波动 会很对抗性 其实是的 因为觉得为什么你要管我 为什么你要束缚我 如果有时候 变回转头的小朋友 如果是因为这样的情况 你越是不让我做那些事情 我就越是要去做 这些所谓的对抗性行为 会去到这个阶段比较多 在我们叫中学生 或者我们父母 担心小朋友 当时来找你们 通常会带什么案件 给你们 很多时候有不同的情况 有些刚才说过 包括抑郁症 焦虑症 都很多 而焦虑症 我们发觉 比较去到一个 teenage 或者去到十三四岁的阶段 开始看到有些 我们叫 强壁症的出现 强壁症 其实是一种 焦虑症的一个表现 他们可能很容易 会因为某一样东西 而觉得个人非常焦虑 例如很怕骯髒 摸过那些门柄 碰过那些东西 手总是觉得不自然 明明知道手摸过那些门柄 就算真的去拿东西 也不会因为这样而毒死自己 也不会因为这样而病 不过 总是放心不下 觉得东西都是不干净 所以引致他们需要做些什么呢 就是去洗手间 洗手 洗很久 洗到一个阶段 令他们觉得自己舒服 其实这些就已经去到一个 强壁的阶段 通常这些强壁 除了洗手指 我经常听到 洗手指 也不满意 还有什么我们看到 在年轻人或早期都会看到 成年人可能会 过了火 除了洗手 还有什么行为 我们看到 小孩子 例如十二三岁 甚至乎再小 他们的强壁症 不一定是在洗手 还有其他东西 例如 我见过一些小朋友 对于数字很敏感 例如一定要有七字 才觉得好运 最初可能是好运 发展到后面 可能我只是 每一本书的第七页 第十七页 二十七页 其他那些 我就很害怕 不想去看 也见过 有个小朋友 乘搭车 一定要选择单数的车牌 等等 这些他明知道 不合理的地方 但自己控制不了 如果不跟随 这些方法去做 个人会非常焦虑 这些已经是强壁症 当然 除了强壁的行为 还有一些强壁的思想 例如脑内想着 某些想法 甚至画像 做做功课 温温书 脑内也有个画面 走出来 例如脑内有个画面 可能有一首音乐 令自己无法集中精神 这些都是强壁症的表现 是问他知不知 其实一定是说到的 小朋友一定会说到 我现在有些什么 营绕着我的脑内 我不挥之不去 例如刚才说过 对于干净的坚持 怕辣搭 对于某些颜色 数字 甚至乎形状 或者有些画面 在脑内有一个想法 长期挥之不去 怎样不去想 都不行 甚至发展到 有些强壁的行为 去综合这些思想 例如刚才说洗手 甚至乎我们要选择某些车才肯上 甚至乎有些小朋友 他们最严重的例子 我见过的 例如他们走路 会走十步 要走回两步 他才觉得是正常的 但虽然他知道 这样不是一个好的行为 但他不去这样做 不去跟随时 一个人显示出极度的焦虑 他觉得很罗罗乱 甚至乎 跟老师和家长去求助 说我有这样的情况 到最后 老师和家长带他来看医生 经过一轮治疗也好 好得翻 是怎样治疗的? 其实强壁症是 我们发现脑内 一些血清素分泌失去平衡 很快的 只不过是用一些药物 令到分泌平衡 经过过两个月 这些病症会慢慢消失 好 即是要吃药 病向前中医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看到中学生 除了刚才所说的 这些病态的情况之外 还有一点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病了 从中学开始 现在小学都有 甚至没有 有些年轻人都有 经常拿着手机 现在手提电话 其实是游戏机 我们在报纸上 可能会看到 有些人在家 三个月不出门 打电话 打电话 妈妈拔了电话 插槽 杀人 这些是病态 很明显 杀人 这些是什么情况 其实我们现在说 最近开始越来越多 所谓的网隐 可能包括上网打机 上网购物 甚至有些人可能上赌博网 或者是色情网 其实不同范畴的上网 都会令到人承认 人很有趣 在一个自然的发展里面 我们做某些东西 令到我们觉得有良好的感觉 好受的话 我们就自自然 将它成为一种习惯 但有时候 当这种习惯 例如上网购 打电话 令到我们有很快 即时的快感 往往反而会令到我们 投入太多时间 心思下去 影响了我们正常的工作 生活 学习等等 其实这样就已经是常人 好的 不是说我们打电话 才有人 总之我拖拖拖 我发觉 你留下电话在家 你会回转 你留下银包 你也不会回转 我们八日通已经完成了 身份证不用带 但留下电话 你会周身不安乐 这种忍不是用时间长短 而是用心情 或影响生活的质素 最重要的是 对于你自己本身 在做的事情 例如你的生活 你的工作 你的学习 甚至有影响 甚至有影响 你的人籍关系 因为你掛着上网 因为你掛着打机 而不见朋友 不认识人 对于你来说 这就已经是忍了 忍不单止是时间长短 还是看看脱隐的症状 例如有些人吃白粉 不吃便会流鼻水 肚痛等等 其实原来上了网隐 都会有些类似的情况 如果不能上网 例如那天 寬贫没有交钱 被人剪掉 电脑坏了 手机 有些朋友会觉得 很拖拖乱 坐立不安 好像不知做什么好 时间不知怎样好 甚至因为这样 而需要到处去找地方上网 其实跟一个上了印的隐君子 到处去找白粉 那种反应是非常相似的